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了很多利民纾困的措施 今天我想讲另一方面的事情 就是如何修补撕裂的关系 老实说 撕裂的关系可以发生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之下 一个人与一个人 群体与群体 地方与地方 甚至国家与国家 都可以与关系撕裂 可能是打仗或者有其他的斗争会出现 今天我们首先讲一讲 个人与个人 如果有撕裂的关系 怎样可以修补呢 原则在哪里呢 我早几集讲过一个叫行为心理学 所有行为其实都是简单 叫做ABC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ABC A Antecedent 就是前因 B Behaviour 就是行为 C C C 后果 所以我们先看一段撕裂的关系 要先看前因 举个实际的例子 最简单就是 两夫妻 现在很多 100对结婚 就差不多50对离婚 都是撕裂的关系 讲一下夫妻的关系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怎样 如果撕裂了 怎样可以修补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第一 先看前因 为什么 两夫妻 会有关系那么差 甚至撕裂 甚至要离婚呢 没有很多原因 可能大家说 性格不合 这个最简单 不过 最多 其实就是 第三者 所谓分外情 我们先了解这个 因为分外情 如果是一个 外在的原因 这个原因 如果不解决 你就有个婚姻 很难 很难会继续下去 除非 就像我们上一两代的 老人家 三妻四妻的老婆 都无所谓 这样就不同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一定 一夫一妻 如果你有第三者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讲回到 后果 有时 结婚容易 离婚难 就算你很不喜欢 我看很多病人 都是 大家夫妻 可能有第三者 很久都离不了婚 为什么呢 因为要看后果 例如家里 怎样分发 有没有住 小朋友 谁跟谁 这个就是后果 很多时候要考虑 后果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 撕裂关系的 情况之下 要帮他们修补 当然 要双方都要同意 肯收补 如果一方面说 我没得收补 走人 没得谈 那就是没得谈 唯有就是 离婚收场 所以如果大家 对对方 无论因为 小朋友也好 因为 居住环境也好 大家都要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就要 做一个 修补的工作了 首先要做什么 第一 刚才说了 如果有外在的因素 比如 男的好 女的好 有分外情 男的有小三 女的有个 小鲜肉 当然是 那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即是说 他们要 放弃 这个分外情 大家才有办法谈 不然就没有办法谈 如果 能够放弃了 这个分外情之后 就不是说放弃了就行 因为这个 关系 已经撕裂了 就是这个碗 打烂了 或者镜打烂了 裂痕 怎样修补好 好呢 大家要付出努力 两边都要 例如 男性的 他做错 出了轨 做了些事情的话 第一 认错了 第二 要向老婆 要做一些 补偿的工作 感情也好 钱也好 什么都好 就是要 讲述些 想好老婆才行 如果他肯做这些事情 对方又慢慢接受的话 这个关系 慢慢就会 收补 但是 通常来说 撕裂了关系 再收补 就要很小心 去保护 或者保养 老实说 撕一次 保护 撕多一次 很难保 所以 我们觉得 如果 人与人的关系 有撕裂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这件事 还有一个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共同的目标 如果 很简单 他两个 都很疼个小孩 比如大家有小朋友 都想个小孩 是一个比较好的 完整的家庭成长 不会有情绪的问题 那他们 真的要好些了 有个 所谓 枪头 一对 一致向外 就说 要 对外 大家的关系 就容易收补一些 但是如果 没有一个 大家的共同目标 有时候 关系维持得 没那么上下 就可能又会出现问题 所以 这个 个人与个人的关系 撕裂 要修补 大致上的原则就是这样 但是 再严重一些 或者再复杂一些 就是 与群体 与群体的撕裂 或者甚至 地方与地方的撕裂 国家与国家的撕裂 有机会 再跟大家 再深入去研究一下 如何修补 撕裂上的关系 今天说到这里 有机会再跟大家 聊 拜拜